开宫 开宫 开宫吗 昏暗的灯光 让凌南感到更加的不安 但为了抓住真正的杀人凶手 他只好鼓起勇气 仗了正胸口的粉色玫瑰 坐在吧台前 陌生男子的身旁 凌南眯着眼睛 打亮着这位陌生的男子 酒保 来杯红红女 请这位女士 半档 讲究 鸡尾酒 都能喝出奶茶的味道 我 我 要的货呢 陌生男子笑着从花中 掏出一些手枪 对着凌南收到 凌小姐 我们主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你 就做了一辈子替死鬼吗 一滴冷汗化落 凌南反复回应脑海中的画面 是谁出卖了自己 KD吗 还是派大西 永别了 你没有想到吧 我早就识破了你的身份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太小看了月龙 就能威力了 只见凌南大喝一盛 变身 变身个鬼啊 在这鬼地方 怎么创作嘛 这场酒吧戏 还怎么办呢 还要突出女性特工的 性别优势 通过女性魅力 获取情报 女性魅力 哪有什么女性的魅力嘛 这什么鬼啊 该怎么办呢 有了 喂 小夕 大作家新婚第一天 过得怎么样呀 一天都没有见到人 不过挺好的 虽然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是各个各的 互不干涉 大姐 你有没有搞错 这么一个美男子 放在你面前 你居然不动心 人家可是国民老公啊 拜托你给我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哪有这个行星啊 还得敢搞呢 咱们大作家 还真是只爱创作 不爱美男哪 打住 你就别小奖我了 小夕 你赶紧教教我 如何施展女性的魅力 我有一场女侦探 在酒吧色诱的血 好说 这个我最拿手了 真不行 不行 真不行 真不行 哎呀 哎呀 你们为什么要穿成熟啊 有你什么呀 穿成这样是来酒吧 不然你来干嘛 嗯 来 来 来 咱俩合格赢 一二三 嗯 好多美啊 好多美啊 我去炫耀一下 多漂亮的耳环 还有这么好看的发型 这么好看颜色的嘴巴 你今天就是小仙女啊 你今天就是小仙女啊 记住 你今天是女主角 嗯 走啦 嗨起来啊 快点 走啦 我们可以看到 陶然文学网 目前签约的男品小说作者 人数为三百二十一位 如果现在终止合约的话 我们需要支付的违约金 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 将一些比较有潜力的作者 转到女品去呢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 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的爽点不同 而且写过了男性小说的作者 很难从女性读者的思维上出发 你们继续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快点 快点